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李博士在上一节的节目中 您跟我们大概讲了一下 什么是基因 什么是基因检测 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和意义 今天我们想跟您再继续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上一节您提到说 基因检测对于可能会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来说 有一个预测性的作用来提前做一个干预 减少患病的风险 对于已经患病的病人来说 病患来说 通过这个基因检测 是不是能让他们 比如说每次做体检的时候 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体检 或者是更有针对性的做这个治疗 用药来减少他们这个医疗开支 提高这个治疗的效果呢 是的 就是在研究 就是有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 就比如说像肿瘤 癌症 这样的这个疾病呢 就是你可以做基因检测 然后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呢 知道就是哪个分子路径坏了 或者说哪个 你要已经知道这个分子路径坏了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可以选择这个靶相治疗 就是这个药 专门是针对这个分子路径的 然后可以阻断这个分子路径 这样的话就癌细胞就会被杀死 但是正常细胞呢 不会被杀死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跟那个广普的这种化疗来说呢 就是说更有针对性 而且说不会杀死这个就正常细胞 所以就说像癌症治疗呢 是这样 而且还有比如说像用药 你要是做基因检测之后呢 比如说像打麻醉 有些人呢 他因为有特定的基因突变 他就不能用这个麻醉 就是有一种麻醉药 他不能用 如果要是说用了这个麻醉药呢 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就会 致命 致命 对 就会就是有生命危险 是 那这个癌症病人来说 针对他们的是癌症的基因的检测 那癌症的基因检测 跟普通的基因检测有什么区别 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个 靶相药物 靶相治疗 什么是靶相 OK 就是像这个靶相呢 就比如说肺癌 就是有很多这个靶相药 然后做基因检测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肺癌 它有二三十个就是导致肺癌的基因 然后有这些基因呢 是通过就是不同的分子路径导致的肺癌 虽然这个在你肺癌 比如说你做这个组织牵片 它可能都是差不多的这个癌症 这个癌症细胞可能都长得差不多 但是你要是做基因检测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说 这个癌症是哪个分子路径 就是导致这个癌症的 如果你这就是在那个分子水平上 你更清晰的了解 这个就是什么基因导致的这个癌症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比如像这个肺癌呢 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就EGFR pathway EGFR pathway呢 如果要是你测到这个基因突变 是在这个EGFR基因里头 你就可以选定一个特定医药 可以治这个肺癌 而且这个效果很好 是那听起来好像这个癌症基因检测 是指导这个靶相治疗 然后进一步进行这个癌症治疗 精准治疗的一个关键 那是不是每一个癌症的患者 都有必要对自己做这个癌症的基因检测 来寻找到他们的这个靶相药物 靶相治疗呢 对像就是说如果要是说 这个有可能的话 这个癌症病人可能都想做这个基因检测 然后最后通过这个基因检测呢 找到这个靶相治疗 更有效的治疗癌症 但是有些癌症呢 可能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靶相药 或者说这个导致着癌症的这个基因呢 可能还不太清楚 像比如说像一线癌 就是说他有可能说就是没有 就是更明确的基因导致这个病 所以就是说做基因检测呢 可能并不是说特别有效 但是肺癌 比如说乳腺癌 肺癌 像这种就是常见的这个癌症呢 就是现在都有靶相药 所以就是说做基因检测就非常有用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些癌症患者 不幸中的万幸 他寻找到了针对自己的这个靶相药物 他们在使用了一段时间 接受了一段时间这个靶相治疗之后 有没有必要再次做一个基因检测 来检验一下说这个药物 或者是这个治疗方案有没有效果 是 这个基因检测就是 就现在有这个无创检测 他就说不用做这个组织切片 不用到这个就是癌症的那个灶里头 去拿这个组织来做这个DNA提取 就是像有无创检测 就是抽一管血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做基因检测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经过治疗之后 这个癌症这个突变 这个数量是不是降低了 然后就是说这些癌症细胞是不是被杀死了 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每隔几个月 就可以做一个监测 看这个治疗是不是有效 是 那这个效果是不是也包括化疗 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癌症的基因检测 可以预测这个化疗的效果 或者说这个癌症有没有复发的这个可能性 对 就是这个复发的这可能性呢 就是说现在就是可能还就不能预测 但是它有就是就有些人 比如在用药之后它有耐药性 然后耐药性呢 它又就是在癌症细胞里头 它出现了就是第二个就是突变 然后这个第二个突变呢 导致耐药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基因检测呢 你可以说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人会有耐药性 以后就可以就是再找另外的药来做这个治疗 那听起来这个基因检测或者是癌症基因检测 虽然是属于这种预测医学的这个范畴 但是对于医生的诊断来说 是有一定的帮助 比如说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的依据 就是这个检测结果 这个就是做这个癌症这个基因检测 就是虽然就是说组织切片 你可以就是定论这个人是不是有癌症 这个人得了什么癌症 但是就是说做基因检测呢 就是在让你 在让这个医生在分子水平上了解这个癌症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等于是说 就是这个医生呢 他知道了哪个分子路径导致这个癌症 所以他可以就是精准治疗 就等于说 他是通过这个预测医学 帮这个临床医学 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 更加的让这个诊断的结果 更加的全面和有效这样子 对的 那我们做这个癌症基因检测跟一般的基因检测 在准备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取样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区别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就是像癌症的这个基因检测呢 你要是最好是拿这个癌症组织来提取这个DNA 这样的话呢 你想看这个癌症组织这个细胞有什么变异 因为这癌症细胞呢 就是说跟这个身体上大部分细胞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癌症细胞 所以它有很多就是导致这个细胞癌变的这些突变 然后一般这个癌症的治疗也是根据就是说你测到的这些突变来靶相治疗的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像正常细胞它没有这些突变 所以它不会对这个靶相药有反应 但是这个癌症细胞就会对这个靶相药有反应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说是精准治疗 就是说你就是就是就是靶相是癌症细胞 是那这个癌症基因检测是可以针对任何类型的癌症发展到任何阶段呢 还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个基因检测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测这个像有些癌症 比如说乳腺癌跟肺癌常见的 这个就是肌理分子肌理也研究的很清楚的这些癌症 就基因检测呢就是非常有用 而且在美国可能都是算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 是 然后就是有些癌症呢就是说它的肌理分子精理肌理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做这些做这个基因检测呢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到底什么样 所以这个这个有效率呢可能就会就是稍微相对的低一点点 嗯 所以它可能针对的更加有效的是这种常见的高恶性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个癌症更加的有效 对对 但是就是在美国有一家公司叫Grill 它他们的那个这个目标呢就是说正常人他也可以抽一管血 然后他可以就是预测你是不是会有癌症 就是在几年之后会有癌症那这当然是他们的就是说他们的愿景 但是就是说到就就至今还没有就是实现一个完 至今没有一个完全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哦 对对就是现在还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方法 可以预测这个人就是有癌症 或者说这个人还没有就是在组织学上还没有发现有癌症 但是就很早期的就可以从从血液里头就可以检测这个人有癌症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这是这个公司的愿景 也是也是就是大家的愿景 对因为就是说要是这个人得癌症 他当然就是越想就是越早知道越好 因为癌症其实就怕是等到晚期然后就是很难治 所有的方法都都无效了 如果要是发现就是在早期的话就有很多办法可以治 所以就说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期待这公司能成功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就每个人都可以做这种癌症的这个预测检测 是时间关系呢不妨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跟李博士了解更多有关癌症基因检测方面的话题 广告后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师 今天做客我们演博士的是医学遗传学家李文慧博士 李博士我知道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美国癌症中心就是NCI 它发起了一个项目叫Cancer Muxia 就是说癌症登月计划 就是比喻说登月是一个很很艰难 面临很多困难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人类最终还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登上了月球 那希望有一天癌症也是这样能够人类能够成功的治愈这个癌症 包括这个美国癌症中心 他当时还招募了很多的癌症病患者来做这个癌症基因检测和法相治疗的研究 那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成为了这种癌症基因检测和法相治疗非常先进的国家呢 是的 就是美国其实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 政府也有很多支持 然后就是做癌症研究 我想就是美国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费用可能大大超过就是欧洲跟亚洲 所以就是美国有很多新的发现 而且美国就是基因检测呢也是就是蓬勃发展 然后在美国就是做基因检测呢 就是这个政府也会就是就保险也会买单 就是像癌症检测 比如说肺癌或者乳腺癌 他们都是就是说做基因检测 这是就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就是你做基因检测 可以就保证有更有效的治疗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说很多别的国家的人 尤其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患者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技术比较的发达比较的先进 他们会不惜花这个时间精力金钱 来到美国很多这种知名的癌症中心寻求治疗 对吧 对的 您刚说到这个乳腺癌 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个知名的女演员好莱坞的影后 Angela Jaline 她多少年前她就曝光了自己的这个基因检测的结果 因为她当时测出来自己家族有非常高的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所以她也非常大胆选择切除了自己的乳腺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患病的几率降到很低 对 是的 她的母亲跟她的这个就是Aunt 她的阿姨 一个是得了乳腺癌 一个是得了卵巢癌 这两种病都是一个基因导致的 所以这个Angela Jaline 她也做了基因检测 然后发现她自己有这个基因变异 所以就是根据就是她自己的决定 所以就是她决定把这个乳腺切除 当然就是说以后如果要咱们有基因编辑的办法 也可以就是说就是如果基因编辑的办法成熟 也可以用基因编辑把这个就是基因变异给去除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类健康上的福祉 如果发现自己基因就是基因有这方面的隐患 或者是风险的话 居然可以通过编辑的手段把这一段基因去除 然后达到这个不会患病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的 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基因编辑可能就是有做这个clinical trial 在特定的病上可以就是做 临床实验 对就临床实验可以再做临床实验 然后希望就是说就是在几年或者说十年之内 咱们可能有就是更成熟的办法 可以做基因编辑 然后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特异性 现在就是说就是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基因编辑它并不是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特异 它有可能说编辑了这个你需要编辑的地方 它有可能还就是就是顺带着编辑了其他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不是说咱们想要的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做研究呢 就是要提高这个准确性跟这个特异性 包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监管的这个要求 就因为这个基因编辑是牵涉到各种各样人伦道德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监管系统不完善的话 那可能有一些就是用心 没有什么别的企图的人 可能是通过这个基因编辑做一些这种不好的事情 对 是的 就是这个可能是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咱们可以就是谈很长时间 就是像这种就是欧洲跟美国都有很强的监管系统 系统来这个就是说确认就是说没有就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人来做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作为遗传写家 我对这个也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说这个基因编辑能给人类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咱们应该就是说用这个基因编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如果要是说少数一些人做坏事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个这个名誉就会毁掉了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政府也不会给钱 然后大家也对这个就是说不支持 往而却步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基因编辑就不会再就是蓬勃发展 就是说造福于人类反而就是说把 会牵扯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作为遗传学家 我觉得有监管是非常好的 因为就是说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有责任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给就是说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那这个基因检测听起来有非常多的好处呢 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就是说 局限性就是你可以做基因检测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想就是比如说家族里头有什么病 你想知道这个基因检测局限性呢就是说 虽然你有所有的这个数据 但是你不见得你能做所有的解读 这就像比如说你这个基因组是你的就是这一本生命之书 但是这个就是说懂这个书的这个咱们可能人类只懂10%到25% 还有75%到90%咱们都看不懂这个书上写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说像有些罕见病做了基因检测 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就是查出来是什么基因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会建议病人再过一年 或者说再过半年再回来就是再解读一下 再做一个解读 就是在这半年一年的时间内 可能有就是研究通过咱们的研究 发现了这个病是导致一个新的基因 是一个新的基因导致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给解读出来 所以就说局限性就是说咱们对这个生命之书 还不是100%的了解 就像您之前提到说这个人类的基因有3万个基因 但其中只有6000个基因得到了解读 那剩下还有很大一部分还在不断的这个研究中 那对于这个癌症的患者也一样 因为癌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 那这个只有通过基因检测患者幸运的话 是可以找到针对他自己的这个靶向治疗 靶向药物 那并也不是说100%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帮助 对 所以就是对于就是做基因检测的人来说 你的希望也不能说是就是说 我做这基因检测我就一定会找到结果 也不是100%的就是说能找到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就是更现实的 一个考量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检测机构 非常多呢 对于我们民众个人来说 想要选择一家正规的有效的这个检测机构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呢 对就是如果要是说就是 这美国呢对基因检测的监管 还是就是说就是有很高的水平的 一般就是临床实验室或者说医院里的这个这个实验室都会要经过认证 像在美国临床实验室是受CAP跟CLEAR的监管 所以就说一般你要选择实验室是要选择就是既有CAP又有CLEAR认证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有就是很高的质量要求 所以一般的这个基因检测呢是要由医生开单 医生呢对这个比较了解 你也可以就是说就是问医生哪个实验室更好 一般医生会给你选择三四个选择 然后病人可以做选择 反正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解读去做就对了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您这两期的节目 我们知道通过这个基因检测可以有效的预测出来 未来发生疾病的这个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或者是避免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呢 包括有对于一些易感性人群来说 他们只要引起重视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就是威严耸听 过度的紧张或者是压力太大 对 那非常谢谢李博士这两期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关大家不知道的基因的事情 那希望您之后有机会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更多 谢谢李博士 谢谢 你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